你進行了漫長而筋疲力竭的健身運動 非常口渴 何不來一罐加德勒呢? 這正是你需要的完美飲料 真的是這樣嗎? 加德勒含有什麼成分? 它如何影響您的健康? 你感冒時可以喝嗎? 等待冥想 準備好跟我們一起暢飲吧 這裡是What If 這次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只喝加德勒會如何 加德勒已成為全球運動員和運動隊首選的能量飲料 佛羅里達大學的研究人員在1965年研發出加德勒 他們觀察到 運動員在足球比賽中流失了大量體液 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德勒 但是 如果你只喝加德勒的話 你會死嗎? 早在1960年代 一位名叫德威恩·道格拉斯的美式足球教練 注意到他的球員在比賽期間會大幅減重 有些球員體重甚至減少了8公斤 因此他與佛羅里達大學的羅伯特·凱德博士合作 開發了一種用來補充碳水化合物 鹽分和電解質的飲料 最一開始嘗試他的 是佛羅里達大學的短穩惡隊 在1966年賽季 不再有這麼多球員 因為中暑而送醫了 現在加德勒全世界都有賣 您不必費力 就能在各處看到加德勒的標誌或廣告牌 所以 我們知道這款飲料很受歡迎 但裡面有什麼成分? 好吧 假設您每天喝下四罐 這四罐會含有高達412毫克的鈉 42克的碳水化合物 並且還有136克的糖 這很多嗎? 美國心臟協會表示 女性每天的糖攝入量不應超過25克 而男性不應超過37.7克 因此 如果您喝下四罐加德勒 您將獲得建議的每日糖分攝入量的3到6倍 這絕對是個壞消息 加德勒幫助運動員 從高強度鍛鍊和運動中恢復過來 但是 我們大多數人的運動量根本沒有那麼高 那麼 如果你只喝加德勒 你的身體會如何? 首先 你的身體用不到這麼多糖 我們都知道 飲食習慣中太多的糖 會提高罹患心臟疾病 或糖尿病的風險 並且 記得你的牙齒也是 你口腔中的細菌喜歡糖 它們會在你牙的周圍留下酸 使得你的髮廊值被清洗 另外 你有聽過在感冒時該喝加德勒的建議嗎? 你覺得真的有用嗎? 好吧 在加德勒誕生之前 人們都只用水就可以補充水分了 但加德勒的確含有大量電解質 幫助你補充在發燒 嘔吐 腹瀉時所流失的大量體液 這有點像是從流感中康復的一站式商店 但專家認為 傳統的方式 例如大量喝水 或是喝雞湯 也一樣有幫助 你可能還在想 如果你只喝加德勒 你會沒事嗎? 還是會死亡? 好吧 假設你只喝24小時 那麼你不會有事 但是繼續喝它 從長遠來看 你可能會出現一些嚴重的健康問題 想像自己過重 牙齒又腐爛的情景 這歸結為飲料中含有多少糖和鈉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都是過量的 但是喝加德勒 並不總是對你有害的 如果你在長時間健身 或激烈的運動競賽過後 它能夠幫助你補充水分跟電解質 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拿的是加德勒 而不是一瓶水 也許你需要三思了 你的長期健康可能會受到些許影響 還有還有 如果加德勒不服你的口味 也許你喜歡苦一點 像是咖啡 如果你只喝咖啡會如何? 嗯 嗯 我告訴你 那聽起來像是另外一期 What If的主題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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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